Hello 欢迎再度回到汽车俱乐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庞德 那我们现在到八点 这一个小时时间我们是开放现场Coin的 Coin电话是0283693398 你可以针对今天节目中所讨论到节目内容 提出你个人的想法意见或不同的经验 那你在车子的其他的各种维修使用保障上 有任何的疑难杂症 也可以透过这一个小时的空中修车厂 把你的问题提出来 如果说你不方便现在打花进来的话 你可以到脸书打入庞德 应该很容易可以找到我的粉丝团 在里面先帮我按个赞 然后在里面留言 我会尽快给各位做答复 那该我想这个花了一个小时时间 在讲这个福斯的疑似排气门事件 那马上就有听众朋友在我脸书上就问我了 因为说这个他准备要买车 本来是有考虑他想量两款车 然后就是柴油的欧洲车厂的 他说哈那那是不是我们 呃现在应该离柴油远一点 或者说是不是逐渐逐渐的柴油车以后 在市场上会成为孤儿等等等等的 说实在像我刚才前面花那么长时间讲 就是我觉得这后续观察还有得瞧 还有得瞧很难说 只是说如果这件事情会一直扩大到呢 因为现在很多讲 其他很多车厂都刷了一旦嘛 对有些大家否认 但是很多东西讲 你没有到最后被抓到证据都否认 但我们也不能说他们一定有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的发展是不断渲染成说 哇大家都呃直接间接的垂头上气的承认说 唉柴油这样的一个省油的动力哦 再怎么弄至少以现金的科技 真的没有办法大量廉价的 然后呢能够符合环保条件下被使用 如果这件事得到后来 一个直接间接的被承认是这样的话 哇那我想应该 应该柴油车的未来就很堪虑了 很堪虑 但是会不会这样发展不知道 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常常知道 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 那以欧洲车厂已经压住在柴油车的这个 压住这么长一段时间 那么大的一个经济庞大的利益后面 会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都很难说 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到的 大家在谈到气息环保的时候呢 甚至就有德国 都有这个报导 德国的官方都跟他们的 因为汽车是他们太重要的一个工业了 去官方都跟这些汽车业来谈说 该怎么样比较好 照理说环保怎么可以用谈的呢 我就定下来 你们就想办法给我搞定 但是不是嘛 因为真的弄得大家没饭吃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大家应该这个 我没有办法很直接的说 未来如何如何 只是你真的问我 就是我自己我从来都不开柴油车了 但是原因很多 我们Coin第二次028369339 包括Coin第一位朋友是许先生 哈啰您好 你好许先生您好请讲 我之前有打电话进来请教过 关于我那个汽车 当我在慢速转送方向板或倒车的时候 会产生那一个引擎转速突然下降的问题 我之前有拿去原厂 我是福特的Focus 2010年时代的年车 那我之前有到原厂去检修 那我针对那个解气法 然后发电机跟那个电池部分 我大家都检修完 看起来都好像没什么问题 那也清了一些那个进气气管 跟那个火星塞吧 你是汽油的吗汽油板 汽油的汽油的 可是发现好像都没什么效果 然后最近我发现一个状况是我电动窗 我去拉电动窗的时候 让它自动全部关起来之后 也会造成那个 带数会低一下子 然后下降一下对 然后又掉下来 会掉多少啊 大概有多少 很多 掉多少 如果以 如果以 现在标准是750 是不是 大概如果750 掉到500吧 我掉这么多 那一瞬间掉下来又好 就像我倒车一样 我掉这么多 那我转动方向盘也会 那掉蛮多的哦 那时候我其实都没有开什么冷气 我都有试过没有开冷气 全部都没有开 它就会有这种状况 那我实在是 因为刚才也跟我说 它找不到问题 我实在是不知道 这个有没有什么可能 还有其他发生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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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好 这个您前述就是 的症状是打方向盘 然后可能打的角度大的时候 带速会下降 那当然带速会下降 原因可能很多啊 因为你在打方向盘的时候 你增加了一个负担 给你的动力方向盘的帮补 给他一个负担 那给他一个负担 通常呢 车子在进驻负担的时候 他一定需要做补证 补证就是说 因为我负担来了 我把带速拉低嘛 我引擎输出是固定的 那你有对把我拉低 那我一定需要再加一点点动力 刚好给你抵消 才是维持在原来的转速嘛 包括 开大灯 包括冷气压收集的启动 冷气压收集启动是最明显 因为那个负载最重吼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方向机在转的时候 如果你的方向机是 这个电动那当然没有 传统都是一个油压帮补嘛 那所以你今天发现这情况 一来就是 你的这一个 呃 所谓的方向盘转动的这个讯号 他并没有传给你的电脑 所以呢 电脑不知道还要做补证动作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这个部分是对的 好 他这个讯号有给电脑 但是呢 那电脑讯号给捷器门之后呢 捷器门他没有马上做一个反应 他补证动作太慢 或者没做 所以早上就会拉 就会拉下来 好 这个本来原来脉络 我相信我上次可能也是这样回答您的了 好 那现在您说 查一查都 看起来都正常 只是说这个部分 他查正常 不见得代表 他是正常 很多的检查是不能够透过 诊断器 或电脑什么故障码去看得出来的 所以您应该最后讲那个 我觉得那个很重要 好 就是说你发现你的车在电动窗 往上拉到底的时候 你会发现转速会掉 而且据您刚才的描述 750掉到500 这是很多的 掉250转 一般来讲 这个电动窗 因为电动窗 你看那么大一个玻璃 哇 这样撑上来 其实电动窗是很吃电的一个东西 甚至有些老车 你电动窗拉起来的时候 大灯都会变比较暗 就很吃电 那尤其是到底的时候 因为到底 顶住了嘛 你看我这样推推推 虽然你很重 但是至少你有动 那我到底的时候 我这力量那一瞬间 我还是往前 所以那一下子 是我变成 我顶到就像车子 撞墙壁一样 顶一下 那时候力量最大 那个时候呢 瞬间的电流会放大 电流放大 就是说 你的耗电量 在那个瞬间很大 所以你瞬间电流 一大 耗电量大的时候呢 你怠速 整个掉下来 这个就表示 这个一件事情啦 就表示说呢 您的这个发电机 它没有办法在 瞬间 你需要耗电的时候 它提供足够的电力给你 那没有办法提供 足够电力 足够电力给你的话 就两件事情 我常在节目中 跟各位报告 就车子的供电 就是电瓶 跟发电机 两件事情 那你今天如果说 你的电瓶 你确定电是 没问题的 这个可以透过 那个电机行 都有那种 测量表嘛 去夹你的寿命 剩70%或80% 你只要大概60%以上 都是很OK的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发电机 发电机里面 有一个调压 一个调压电路 它会随时调整一个适当的供应的电压 那你今天就显然 你的车目前的情况就是 当它有一个 这个大电量负载进来的时候呢 它没有办法瞬间消化 所以它怠速无法提升 所以我会 我会建议就是说 这个部分 你请他们再查 就我 你看 我电动船拉起来到底 啪一个 转速掉那么低 请他们去量 我们这个 这个一般要量电流 电流就是你要把桩头移除 电瓶的桩头移除 中间放个电表 然后去按嘛 按那个电动船 一拉起来啪一个 看那个瞬间电流 是不是 非常的大 那非常的大 那却没有足够的供电的话 电瓶通常 如果你电瓶不是已经坏的话 电瓶通常没有问题 我觉得你的发电机的 那个空电电路 那空电电路是在发电机里面 我觉得发电机有可能是 有这个charge的 这个电量不足的问题啦 我觉得这个给参考 您参考看看 我们就下一位 也是许先生吗 你好 你好你好 请教您一个问题 我要个电柱箱 有音音 有声音 那个是一种 哦那种声音 我还以为就去讲说要换 嗯 要换 那 他是说有整理跟外汇的 我不晓得整理比较好 外汇的比较好 他说外汇的 说比较新啦 那我不太清楚 那像这种东西 那我编书箱坏掉了 他是说我坏掉 可是我开了 只有我声音出来 可是有一些 速度啊 都还OK啦 动作其实正常啦 对对对 OK好 就只有声音哦 一直带上来 越开越就越大声这样 很大声就是已经很干扰就对了 OK 在车内都有听到 OK好 好谢谢 其实这个 如果这个声音是可以忍受的话 其实 嗯 变速箱的故障通常不会瞬间造成啦 除了那种DSG那种 那种 自动手牌之外啦 一般都是逐渐逐渐逐渐的 很少 比较少会因为变速箱 叼掐啦 一般车都还可以移动 所以 这个异音 嗯 如果你可以忍受 那你是可以选择不要修的 只是照你那么讲 应该声音很大 那你受不了 异音也是一个受不了的事情 大家就要换 好那修的话 一般 的确啦 你说换一颗变速箱 这种例子太少太少了 一般一定是换翻修的 或者所谓的外汇的 那其实外汇一般就来自于日本 因为这就是汽车嘛 然后日本通常他们的车辆淘汰的速度很快 但是问题就是说 这有点运气运气 今天如果说外汇的变速箱来 好啦你说日本 日本怎么样嘛 日本一定百分之百都漂亮 那也不一定啦 你说一个是 呃 只有假日开出去的 一般 一般的消费者用的 跟另外一台计程车 两台都五年淘汰 你说哪一颗漂亮 一定是那一个 只有假日开的那个漂亮 里程数一定相差很多嘛 那你今天全部拆下来 然后当废铁 货柜这样从日本运到台湾来 就一车一车运过来啊 那你说这一颗冰箱 到底是那一个 每个周末使用而已 还是那个计程车拆下来的 我想包括日本的供货商啊 包括台湾的进口商 包括这些台湾的这个 零件发售商 这都有很多管道啦 到最后装在你车上的这个修理厂 没有人知道啊 他只知道日本来很好啊 所以这是有风险的 变成有点运气运气 如果你运气好 装到漂亮 哇那很赞啊 对不对 完装的 我赞的 那如果运气不好 装的里程数其实高 那当然就不好嘛 对不对 这点运气 但是翻修的话 翻修就一般就是台湾 像比如说你这一颗 拆下来之后就一般就一颗换一颗 换给后面的那一个翻修店 那翻修店的话就拆开来 把所有的内部的耗材 油风全部更换掉 所以理论上来讲啊 似乎翻修的是比较保障的 因为至少里面耗材都是好的 只是说呢 这个翻修的店家 也有也有技术好坏的问题嘛 这个这家才刚开始做几个年轻人 小伙子开始做 10年后会变师傅啦 搞不好现在不太会 就开始在那边跟人家收银箱修理 弄弄棒数锁的也不对 怎样就这边 离二七片可能装反了 或什么也在做啊 所以我觉得都有风险啦 都有风险啦 那你日本外汇的话 至少不会有安装不好的问题嘛 只是里程数多寡啦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部分 我刚才所讲的考虑点 您都可以跟你的保障厂讨论 说都有这些讨论 您这个老板你会怎么建议我 比如说他会跟你保证说 他替你去挑 去挑这个外表比较漂亮的 都没有漏油 所以可以表 可以从这外观判断说 他里程数一定低的 得这种外汇变速箱 比如啦 我不知道他们老板会怎么跟你讲 或者是比如这老板会告诉你说 这一个他跟他配合的这一个翻修的变速箱店 他们已经配合一二十年的老店 品质很稳定 我怎么样 如果他的回答你让你相信 然后都可以解释我刚刚的疑虑的话 我觉得两者都是可以做的啦 倒没有说哪一者是比较好 因为都是有风险存在 好不好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你可以参考看看 我们空一定要是0283693398 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进来 那我刚才前面讲 这一个福斯的这个事情 其实我手机的脸书 一直有朋友在问这个问题 大家倒是比较多的问题就是问说 我未来买柴油车行不行之类的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看福斯他们才在 如果没记错的话 好像今年的上半年 已经赢过丰田成为全球第一大的车厂 全球量超过丰田 那在这样崛起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回想09年 丰田当时打败GM 成为全球第一的时候 后来就发生了这个 所谓的疑似暴冲的事件 那现在呢 福斯又成为 跨过丰田成为全球第一的时候 没多久又发生这样的一个 柴油引起 而且我刚才讲 这个是很难解决的 因为这个 你要解释大一点 可以解释成全球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或者说环保与工业发展的拉扯 这个问题很大的 你看福斯当时推出DSG 对不对 也是要追求效率 自排变速箱怎么搞效率有限 你怎么样都有滑动 但是手排大家不想踩离合器 所以他就搞一个 你不用踩离合器 你也不用打排档 但是呢 我通通帮你做完之后 又拥有手排车的效能 哇好棒 只有不是一大堆 对不对 疑似这个 这个故障的一个问题吗 DSG 那现在呢 又在柴油上面 哇我们 柴油就是很省啊 然后开起来跟汽油车差不多啊 很省油啊 然后你看环保我们就解决啦 那现在发现骗人了 才又做不到那么环保啊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都是大家很多省思在里面 好 我们先接call in的朋友好了 这一位是杜先生 哈啰你好 嗯你好 请讲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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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那个是2000年的Sentra Hive的车子 嗯 那就是最近就是修理厂要检查到我那个避震器 前后避震器 好像就是有两支有漏油的现象 嗯 然后有一支好像是上座有坏掉的情况 嗯 那我想了解就是说 如果是把避震器卸下来 然后换上座跟防程到这些 嗯 还是说换成台式的整个总程 嗯 那就可以了 OK 会比较适合这样 我想了解这样 我先请教你 你现在这个车你开起来有觉得有晃动 或有异音等等吗 后面有时候会有咕咕的声音 嗯 OK 好好谢谢 前面是有漏油的情况 好好好 其实这个避震器的漏油 如果说还算是很轻微的话 有时候不见得对的车子的这个平衡 会造成什么显著的影响 其实不见得了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觉得车子在晃动 有时候我们在路上会看到 比如前面那台车 怎么上下一摇一下 那屁股就上下哼哼哼好几下 那这避震器已经完全挂掉 完全已经都没有 就是漏油漏很久没处理了 漏干掉了 那才会这样 但是一般如果说有些微的漏油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那个冲层在运作 它也不见得会碰到漏油的那一段 所以是不是有一点漏油就必须要换避震器 我觉得这点我觉得要跟这个你们这保养厂充分讨论 漏油叫你换 要是我是觉得这个应该是要跟车主讨论的 老油喔就叫你换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应该是有漏一点 那你跟车主讲说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可能是说在冲层打到底的时候 上下打到底的时候有一段会空一下 那这样对车子的行车造成有怎么样的危害 然后车主在想要不要换 那是你一般这种开开去这些 如果一点点剩余 要是我更不认为是需要换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你讲到上座 上座这东西如果说它已经有裂痕 因为橡皮你知道 本来好好的时候整片整个是可以拉撑的嘛 开始有一点硬化的时候 可能你在拉撑一个角度的时候 它会有几个裂缝出来 但是它没有完全断开 它不见得会有任何声音出来 所以如果说没有声音 那也是不是一定要有一点点裂痕就要换 我认为这个也是要讨论的 尤其你这个已经是十几年的车了 有没有必要这样做 因为这种东西跟安全没有直接的影响 你现在如果说轮胎 我觉得刺到钉子我都觉得我不要补 你20年车都一样轮胎一爆就很危险嘛 但像这种避震器啊上座啊这种东西 我觉得不要把它标准拉得太高 那只是白花钱而已 好那现在如果进入林该的问题 或者比如说你想换 那一般这种国产车 因为零件很便宜嘛 你今天如果说啊我桶生 桶生漏油我要换 上座没坏 那跟老板讲那我换桶生就好 好桶生可能我假设了 比如说一只桶生 这个这个它成本是800块 然后呢它要拆下来之后再做细部分解 细部分解之后再装回去 它可能要花我假设 因为要特殊工具夹 打一口去的 可能要多花半小时 然后呢你如果换整支总成来的话 含弹簧含上座 含防成到全新的哦整支来哦 整支呢哦整支可能呃这个1200 好假设这样好了 好那其实对保行厂老板来讲 因为我都帮你做细部分解 把旧东西装回去的工钱 加上去都我可能就要跟你收1200 1300了 但是我整支总成换给你 包括上座防成套什么弹簧都是新的 我在加点工钱我跟你说1500 似乎对车主对老板来讲 1500整支换掉 好像是对双方都双赢的一个选择嘛 是不是这样子 好我们先广告再继续讨论 哈喽欢迎再度回到汽车俱乐部 我是庞德那我们还有半个小时时间 依然是开放现场COIN的COIN 电话号是0283693398 好我们这一位是张先生 哈喽你好 你好是你好是是新讲 我那个想要比较一下 MOMO的S80跟ODI的A6 那他们两个除了价格上的不一样的话 还有其他我们讲说那个欧洲车啊 比较重视的环保材质 但是环保材质的话 是不是容易比较容易这个腐蚀掉 那另外一个啊就是说 他的那个维修费用 那这两个你会做个比较 我们比较希望汽油的 好谢谢 不好意思我请教你一下 你比较希望汽油是本来就这么想 还是因为最近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有不同的考虑 以前是有这样想 不过最近有比较又更坚定 又更坚定汽油就好了 是 ok 好谢谢谢谢 其实我想这个事情一定会对很多的买家 就是对于汽油柴油选择上 会有一些考量啦 因为其实 柴油引擎开起来 其实我说实在的 比较高阶的这个柴油车 其实开起来是不错的 震动噪音抑制的其实很好 但是比较低阶一点 一般那种比较小排气量四缸的 我是觉得那个跟汽油引擎的差距 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可能就会觉得是不是能够习惯 但是光省油这一点 很多人实在是很喜欢 那这一次的事情 其实我就承认我刚才前面讲 大家不会真正很在意 哇原来我的车对环保没有贡献 我好难过 我想这种人 我们我们说良心话 应该是少数了 比较多人会担心说 哎好麻烦哦 这个因为环保是全球大家 至少在台面上是很在意的一件事情 那我这个这个车子未来 这个的发展 很多变数在里面 麻烦了 算了还是不要碰好 除非你真的觉得那个油 每个月油价的差异 会让你有很很觉得很在意 要不然应该还好 所以我相信柴油车未来 在市场上应该会有一段时间 会有些压力 好那该提到S8 A6 这个我说实在的 如果说您有常听我节目 应该会知道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买这种等级的 就是进口欧洲进口车 如果以后续的一个持有成本的考量的话 还是买双B或者是Lexus 是来的 以CP值来看是比较滑的来的 就是它的残值和这个维修的成本 跟维修的次数等等 就是说Volvo跟A6呢 其实相较之下都属于 维修的成本跟资源都是比较狭窄 然后偏高的 我想这也不是我讲 您可以到网路上去看看 大家下面很多留言等等的 其实福斯跟 不是 福斯都一样 福斯奥迪呢 Volvo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Volvo的话呢 在市场上通常在同等级的车子 它价格会偏低一些 所以如果以Volvo跟Audi两个来比 我觉得啦 因为它产品各有特色嘛 Volvo安全性特别好 然后内装很有这种简洁的北欧风 它很有它特色 那Audi的话就是内装做的很细致嘛 走向是不太一样 然后德国车 但是呢 以价格上来说的话 Volvo它相对 在同个集聚里面价格便宜一点 虽然说它也有后续维修保养 资源比较少 价格比较高的问题 但是因为新车的时候 相对比较便宜嘛 所以应该这个部分 会好一些啦 所以你问我的话 我会认为如果你没有 对这两个产品的特性上 有特别的偏好的话 买Volvo应该相对 相对CP值的方面会好一些 那Audi的话呢 你新车买来就没有比人家便宜嘛 它跟双B的价格 同等级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但是后续的包括 你说两台车一样开到十年 双B的车跟Audi的车 Audi的车价格一定是差一截的 然后这十年的当中呢 你只要遇到维修的时候 Audi的价格比较高 然后维修的资源比较少 你可能要有时候等代料等等的 所以我这样讲 这是我的看法了 给你参考 好不好 下一位肖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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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讲 我想请问一下 我那个车子后面是股市刹车 那股市刹车 它那个调整 它的松紧度 它是自动调的呢 还是说 还是说要用人为调的 因为我们装新的 换新的刹车比上去之后 那师傅他会把它调到一个 最接近的一个 对 对 然后我们用久之后 它是自动调整 是达到最好的状况 还是要 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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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 因为我自己 我在开车的时候 奇怪 我后面好像没有杀住的感觉 因为踩下去之后 那个刹车后面会有那种摩擦的声音 就是说 那个刹车皮跟那个刹车骨 会有一点点声音 就是没抓紧的意思 是这样 它是要应用调整 好 你这样去刮链我可以解释给您听 谢谢 其实骨刹是这样 它那一般都会有这个调节器 就是你 这个其实在我007汽车频道 我有特别有一个影片 讲着若你的兴趣 你可以查询007汽车网 里面有一个影片 我特别亲自拍了一段 解释这个东西 你可以参考看看 就这个骨 它往外张 就顶到那个骨 然后你放掉 放掉之后它往回 往回退 往回退 不能退太多 退太多 你这个冲程太长 你刹车踏板要踩比较深 所以会有往回顶的时候 会有一个东西 那个叫调节器 它调越长 就往外顶越多 那这个东西 当然有些车厂是说 它们那个是有自动调节功能 但是通常没什么效果 所以骨砂呢 一定要 一定要用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去把那个调节器 拉长一点点去抵消掉 你刹车皮磨掉的厚度 如果 如果你发现你刹车 越踩 那个刹车踏板 越踩 越低 不是说第一脚踩下去 线下去不是 如果是线下去的话 那是你的刹车有漏油 不就是说长时间来讲 你半年前踩到这个高度就刹得住 你现在已经过了半年 你要踩更再深一点才刹得住 现在每一次都要踩深一点才刹得住的话 那就是你那个间隙过大 那的确是要调整的啦 但是那倒不会造成说 刹车失灵啊或者不是 是说你的刹车充沉变长 那就感觉不灵敏嘛 所以原则上看里程数了 就半年都需要把车升起来 把那个调整器往外脏一点 好不好 我们就下一位是孙先生 哈啰你好 那个庞德先生你好 是你好你好 请讲 那个我是开Serviva 2000 嗯 然后我最近就是打D檔停红灯 那个引擎抖动的非常厉害 嗯 然后我六支卡尔 嗯 跟六个火星塞都换过 嗯 然后绿油 绿油杯也轻过 嗯 带出马达也轻过 可是问题都还是没解决 就打P檔的时候 嗯 打D檔 D啦 D檔 很麻 对 会抖得非常厉害 很麻就对 OK 好 谢谢 谢谢 其实Serviva V6这个引擎 这个抖动问题 就是年纪大了之后抖动 这的确是所有修车厂都会常常见到的一个症状 那刚才这位先生您也讲了很多 因为这个问题我们节目十几年 不知道回答几次 就是都会讲到您刚才讲的那些 一样一样排除嘛 因为六颗卡尔嘛 好 六颗卡尔 但这个卡尔呢 如果说你只有在怠速的时候 会发生这种频率性的抖动 噔噔噔噔 那就通常不是 如果说不是频率性就 嗯 噔一下 嗯 噔一下 就是不是平均的 是嗯 噔 嗯 噔噔噔 欸 那个就应该是卡尔 所以你如果刚开始就这个情形 那卡尔是白换的 因为卡尔它不可能六支同时坏 它一定某一支偶而没点 或某两支偶而没点 偶刹一下这样 你是一打电脑整个是均衡性的抖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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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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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享同樣一個進氣氣管 那進氣氣管是一個吸氣進來分成六管 然後三管右邊三管左邊嘛 所以它在尤其引擎如果曾經拆過的話 它這個很多接縫的地方有可能會走位 那走位之後呢就漏氣嘛 可能因為走位也好 可能因為你的墊片老化也好 它有某部分是漏氣的 就漏真空就對了 當漏氣的時候呢 你的流量計也算不準 你的這一個代數馬達 因為它本來就算不準 原來的訊號算不準 它也無法達到一個很正常的一個補正的位置 所以現在如果你也確定 該講的那些東西都排除掉 這要先確定 如果你確定的話呢 可能就最後一招 我相信現在很多聽眾朋友 已經很想幫我回答 因為聽我講很多次 就是查漏真空 第一個就是先查 每一個這個上面接的皮管 包括大皮管小皮管 就看有沒有沒擦好或破裂 漏氣 再來就是拿一瓶水 在引擎發動的時候 你先打低檔嘛對不對 這樣就正嘛 然後在很多有墊片的地方 淋水把水淋 這是一個土法令 剛剛很有效 淋水 一淋 淋到某個地方的時候 然後忽然間變順了 白噔 忽然間順了 那就是淋到了那個地方 它有些微的漏真空的部分 有漏氣 那因為水一去 因為那孔都不會很大 剛好水一去就把那一邊堵住 就封起來 封起來之後就忽然間就好了 就用這樣的方法來 診斷說是 哪個地方的墊片漏氣 然後再把那地方拆掉 墊片重整 好不好 給您參考看 我們休息一下 哈囉 歡迎再度回到汽車俱樂部 我們最後的十分鐘的時間 聽到朋友如果說 這個不方便打電話進來的話呢 你也可以到我臉書上去留言 會盡快給您做回覆 那我們這個節目 其實我在進行的時候 也有進行側錄了 聽到朋友如果說有時候沒辦法直接聽到Live的話 但聽Live應該比較有味道 沒有聽到Live的話 你也可以在任何時間的 透過網路 你到007汽車網 可以搜尋一下 裡面就有專門 我把每週呢 這個Niz98汽車俱樂部 這節目呢 在網站裡頭有全程的一個側錄 你可以看到 我在講這個節目的時候呢 這個有時候有些表情 也許會大家會覺得比較好玩 我們剛才前面講到福斯 就是DSG 其實也是 我覺得某角度來看 就是呼應消費者 你要這個我做給你 這個節能簡單要高效能 就把一個Mission Impossible 把這個Mission Impossible變成可能 對不對 DSG 哇自動手排 好讚 那個車真的開起來很讚 哇那個根本就不像 那種早期的自動手排會頓啊 不會很順 但它又有手排的效能 就在台灣你看至少 哇有好長一段時間 因為這個疑似DSG 瑕疵事件 那個 壞掉是 整個車忽然在路 中間不會動啊 嚇死人的 也難以解決 那現在呢 這個柴油又發生這樣的事情 也是要告訴消費者 你要省油嘛 我告訴你 我除了我DSG之外 我還弄個柴油 哇省油 省上加省 然後很有力 那現在 糟糕 不管你消費者在不在意環保 至少 全球大家都認為 要符合某種程度的環保法規 某種環保條件 然後現在被發現 完蛋了 這個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捷徑柴油動力 是做不到的 那怎麼辦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 你衝過頭的時候 到底對或不對 我覺得也很難說個準 只是說 如果說你覺得這是個麻煩的事情 那可能要重新想一下 就是你要不要去擁有柴油車 或說你開柴油車 對你的正面或負面的東西 到底是哪些 那反過頭來看 有一些車廠 他不太搞這些事情 你看我前面有講過 你說在這個 2000年過後的時候 哇尤其到 06007年 哇全球都來喊 減能減碳啊 北極熊快煤啦 抽氧層啊 溫室效應啊 怎樣 甚至油價飆升啊 大家做很多不同的方法 但是有些車廠還不搞這個 比如說日本車廠當時在歐洲車 已經幾乎全面風起雲湧的都在弄柴油車 不管當時坐不坐腳 就不管這個事 都在推這個東西嘛 好 然後你看日本車廠都不搞這個啊 連增壓都不弄 然後弄壓油 你看豐田壓油電 油電啊 搞到現在 到現在豐田也不出柴油車 然後現在只有馬茲達 馬茲達也是很長一段時間 也就是堅守跟日本車廠一樣 汽油的 自然進氣的 好 然後現在開始 馬茲達也開始弄了一個增壓的柴油引擎 但坐的又跟歐洲車廠很不一樣 壓縮比很低 就是 到底現在 如果說 這個不是這個車子 是 由於報導也講啊 人家有些人早就知道 如果說 早就知道 那是不是其實 也許 這我猜測 也許 日本啊 或美國啊 或某一派別的人 會認為 你們等得出問題好了 我才不相信柴油能夠做到那麼乾淨 一定有something I don't know 然後現在不要扛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看 有一次上怎麼 動作好像 很慢 跟不上時代 就像之前 你說柴油引擎好了 我們也看過 有些抱怨啊 有些網路上 現在大家資訊很發達嘛 對不對 有些開福特 focus的啊 或者開TTCI嘛 台灣也算柴油弄很久的車廠 很多人抱怨 哇 那個機械好嚴重 沒有弄 怎樣 怎麼這部車怎麼那麼爛啊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 啊 心機械沒有氣都很沒力 清完就很有力了 可是清要花錢啊 這樣啊啊這樣 就現在某種角度來看 話說回來 那是不是就是因為這個車廠 它也許比較在這個方面 它比較誠實 所以它為了環保的理由 它必須讓車子的進氣系統 得到這樣的污染 像我剛才講的 它是EGR法必須回收廢棄嘛 那因為做了很多的動作 使得它其實車子可以更有力 但是它因此也沒有達到更有力 但是也讓這個地方污染 那沒錯 讓消費者造成這個不便 那如果說 這一個負面的因素 在市場上傳 對它銷售一定不利嘛 那今天如果說這個車廠 它要把這個問題拿掉 又發現說 我拿掉必須靠人體作弊 那作作弊 就是像類似福斯現在做的事情 沒有 那我必須說 以這個角度來看 似乎 應該給他們正面的肯定 如果推測是對的話 對不對 你原來那個進氣一直被污染到 所以你EGR法該開 你還是讓它開 你沒有作弊嘛 好那有些車廠 你比如說Toyota 我剛才講Toyota 它都 它一直搞油電嘛 那你說啊油電 你看那沒補助 那是台灣喔 台灣是很小很小的一個市場 只是台灣有貨物稅 忽然被取消的一個情況 它是 油電車是在全球 在賣它的油電車 好那你看在台灣的市場來看的話 你看說福特也好 或其他的歐洲車廠 其實在安全配備的方面 是走得很快的 你國產的話 福特早就已經 這個電子防滑系統啊 車身穩定系統啊 連最低階的車都全配了嘛 那其他的車廠也慢慢慢慢跟進 但是你看Toyota 它似乎就走得很慢 對不對 當時大家會詬病啊 對不對 你看你這個Artist是國內中型 中小型房車 這神車啊 每個月賣那麼多 最大量 最大市占率的車 但是只有最貴的 最高等級 比較少人買的 有電子防滑系統 然後現在因為你看其他 我剛講福特很多年前的開始 全面全面性的標配 好那這個包括HONDA 也開始慢慢慢慢下放 好不是最貴等級才有 那Toyota的你車賣那麼多 你而且大家一般來講 認為Toyota的車安全形象不是很好啊 對不對 覺得你剛板機很薄 很多人這樣認為嘛 結果我們看到Toyota 說實在的啊 它都不動 它車一樣賣得那麼好嘛 但是你看到今年 它也開始逐漸逐漸的 包括我上了跟各位報告Lexus上面 把安全系統整合下來 那到現在 Artis 才剛推出上禮拜嘛 對不對 當然你說它心目甘情不願 我覺得有可能啊 它不弄也是這樣賣 但是就覺得很過分嘛 你車賣那麼好 然後你沒有加這些安全系統 那現在的Artis呢 它就推出說 在70萬元以下的車子呢 它也加入了個安全系統 但是呢 說實在 已經賣其他的競品 好長一段時間了啦 不過換個角度來講 就是說你是試占率最高的車子 那你在一個相對OK的價格之下 安全提升 也不是一件壞事啦 好我們下週見囉 拜拜